为了提升全民防卫观念 政府扩大招募年轻名利 警政署发文要求全国各警察局总动员 征求18到40岁热血青年 加入疫警或者是民防行列 训练的内容包括了支援军事情务 遭到质疑这是否是在打战争牌引发恐慌呢 行军院长陈建仁博士 不应该故意把民防政策跟战争做连结 民防工作已经行之有年了 不过一般的民众看到这个意愿是如何呢 带你一块来了解 不想 应该是不会的 不会想做这些 为民防尽一份力 年轻人有疑虑 但全民防卫势在必行 政府扩大招募18到40岁青年 加入疫警或民防行列 更加码提高诱因 动员全国禁局发这样的传单 加入民防团队好处多多 各种福利提供团体意外险福利互助金 还有年终慰问礼品 但其中一项训练 要轻壮年支援军事情务 有备无患 就是这个年龄人 都会有担心的 你坐在家里都可能都会有危险 大体共存吧 大家一起 年轻人有保家为国的心 另外训练内容 还有每个月四小时名利任务 协助地方维护治安 以及一年四到八小时 全民防卫演习 协助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 不过政府美意却被解读成 要有年轻人上展场 实际上民防的工作 他的执行 大家都有看到 已经执行了几十年了 这个就和议交跟议警一样 被无限上纲 然后故意把他跟战争连结在一起 不但是不专业 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不怕紧急情况发生 提升民防阵力 平时就做好准备 这里是邮丛委台报导 不负责任的